局長你知道那個人往生以後 這個靈魂多久會離開身體 不知道 我沒往生過我不知道 你要知道 你是局長 再來就是 台中市的公墓 現在很多都進帳 但是現在因為以火葬居多 有很多老人家 他還是不太能夠接受火葬 他覺得好像身體還要再燒第二次 局長你知道那個人往生以後 這個靈魂多久會離開身體 我不知道 我沒往生過我不知道 你知道你是局長 大約八個小時 所以人家說念典的時候 八點典不能給他頂上 這個局長這個是基本姿勢 不是說往生不往生 大家都不習慣 尤其一個頭髮 蒸水水電頭門店要回來 又緊緊了 安裝不再滴了又沒了 但是我們有要求的 就是可以用 福德的方式 放的方式 僅容罰款不要開了那麼高 每一年來我們的網歷都是在417左右 是 那時候我們都會覺得說 市民要出一年 買這個罰款實在是太多 有時候 今天說 環境有壓力會一直開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欠導 輔導 整個預算在片類的時候 要在那裡貼金你們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就盡量好維持你們的417000多萬的罰款收入 但是咧 我們都會 拜託 盡量用福德的方式 因為怎樣 事實說 在那陣子那時候 剛好在安裝部那時候 真的大家都 一直在克服這一段時間 大家都不習慣 尤其一個頭水 蒸水水電腦門店要回來又緊緊 安裝部又在了又沒了 所以說 那個時候 因為這個問題 大家都很困難 我明明代表也很困難 但是不要 我都一定也感受到 今天不是要繳這張500塊 是為了我們本身的安裝問題 所以說 我們要習慣習慣 所以這幾年來 已經都習慣了 但是現在咧 有的也是又 再緊緊了 就說 唉 不用麻煩 就一堆子騎水 就再丟一丟 所以我們就盡量去輔導 不要說罰款開了 收很多 因為我們 我們今年差不多四、三 會收入 今年到現在 差不多三億多了 現在已經是十月 我們到九月 還有三個月 所以也是盡量 不要一直開 我們的要求是這樣 因為要再跟你們說 要再跟你們下兩億 你們又要派條證 是不是 鄉親 這是最清楚的 所以我們一直在說 要盡量不要不要 因為我們都是站在 很支持人 因為警察就是 治安、安全、人民、財產、世命 所以你們的裝備 我們都非常支持 但是我們有要求的 就是可以用 扶得的方式 放得的方式 盡量罰款 不要開人那麼高 這就是我們民意代表 保佩生的這個叫阿嬤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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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